泰国著名法医普提声称 由于几方面施压 加上泰国司法部认为他不应该来马公正 他决定放弃出席本月20号召开的赵明福坠楼案 验尸亭公正 沙南验尸亭将在20号继续临审 普提原本答应前来公正 针对赵明福剖验结果提供看法 不过随着他宣称受到各方压力 而拒绝来马后 验尸亭进度可能受阻扰 民主行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说 针对泰国著名法医普提宣称 受到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官方的政治压力 因此不会在本月出席赵明福验尸亭公正 掌管司法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 应该在国会做出解释 林吉祥今天出席 该党德宾町仪区启动流动服务中心仪式后 向记者形容 普提受到两国政治压力的事 是一项丑闻 这种情况不能被接受 他说人民将对马来西亚反贪务委员会失去信心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应该进行透明化的调查 普提之前告诉当今大马 泰国司法部高级官员 劝他不要出席原本安排在下个星期进行的 验尸亭公正程序 他说司法部接到泰国外交部的资讯 指如果他坚持成行 则将遇到麻烦 包括被禁止入境 甚至可能干扰他手头上 见有的太难验尸任务 在没有办法之下 他只好做出取舍 另方面 普提声称因为承受压力 无法到我国为赵明福艳诗亭公正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 对此指责对方说谎 普提将缺席艳诗亭的消息 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基祥 已经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要求纳兹里在国会里交代 不过纳兹里受询时 向媒体拾口否认 政府企图阻止普提来马为艳诗亭公正 他说普提不但在艳诗亭上说谎 如今也为自己缺席公正 在编造谎言 另外 水南俄州务大臣丹斯里卡利指出 如果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 基于保安问题 不愿意泰国著名法医普提来马 出席赵明福艳诗亭公正 那么明年雪州政府将向法庭申请 让普提在不必来马的情况下 通过电子会议进行公正 卡利今天在巴东家里出席 雪州政府与华团交流会后回应说 明年将尝试探讨利用电子会议公正的可能性 一旦有关方面不接纳这项建议 这就反映了当中真的有问题 根据报道 普提指马来西亚政府向泰国外交部发出讯息 指我国不欢迎普提出席赵明福艳诗亭 卡利认为 大马政府不应该阻止普提来马公正 这不是合理的做法 毕竟这关系到公益和真相 当局更应该以开明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